学佛可以学到让一个人来约束自己 要懂得不发脾气就能约束自己 尊重真理 因为这个事情是真理 我必须要相信它 敬畏因果 我看见因果非常的怕 因为众生是先做不管后果 等后果来了才害怕 菩萨是没有做这件事情之前 已经考虑到什么样的果 所以菩萨不会去做 这就叫菩萨为因 众生为果 所以可以让因为敬畏因果的人 可以让这个社会充满着和谐和宽容 师父今天 也